诗篇第18篇30节 至于上帝 他的道是完全的 耶和华的话 是炼正的 凡投靠他的 他变作他们的 盾牌 我们在 这一篇诗篇 看到大卫 经常转变 那个描述的 对象 那么在29节那里一直在说 我和你 就是大道 大卫 和神 那种的关系 神怎么样带领他 冲击那些的敌军 但是在30节这里 就转了做 讲到神 就是他 和他们 他们 就是指 投靠神的人 所以这个 描述的对象 那个关系 又转变了 我们在这一节经文里面 他 就说到 至于 神 他的道 是完全的 请大家注意 这个道 那个 原文 不是指 是指道道 就是为 it чи那条路 并不是指道道道 所以他在這裏說了神的路是完全的 那一條的路其實可以讓我們走在這條路 因為這條路是完全的 所以我們可以照著神的路來走 但是後面他就說耶和華的話是煉靜的 這裏就是針對神的話語 在他的話語 特別是這個煉靜 煉靜這個字的原文 就好像人家那些什麼金屬 那些的提煉 最重要就是講到他的說話 是純正的 就好像提煉到 最純正的 所以我們也需要 在神的話語裏 得著一個幫助 讓我們在神的純正的話語 我們的生命 都能夠 得著潔淨 最後 講了神 他的路 他的話語 之後呢 然後就講到 煩投靠他的 那這個呢 是指到 所有人 當他們願意 投靠神的 包括我和你 就有個應許 他變作他們的盾牌 這裏呢就是那個他 和他們的關係 他 就是神是做了他們的盾牌 這個盾牌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在以前的打仗呢 就是有個保護的作用 就是說 當我們 每一個願意 投靠神 倚靠神 信靠神的 他 就會 成為我們的保護 讓我們 能夠得著平安 七日天父 我們真是感謝 讚美你 主下我們看到 神你的道路 是完全的 耶穌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們需要靠著耶穌 去到神那裏 我們也看到 神的話語 是純正的 今天 我們需要 去聽從神的話 以致我們投靠神 神成為我們的盾牌 感謝讚美你 祈禱奉主命求 阿門